天爱一坦时钟光速吃饼 音响派系前来干预 核心争夺战开始 剧情机甲压制太坦 小红的地位还在下降 敌我双方上演激情对拨 金曼又被核心反噬 大家好 热是秀魔 欢迎收看剧情赏鸡系列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带往给秀魔点个面肥的赞 收接上回 便于电视被金曼一个小馒头砸在地上 动弹不得 战神随即来到敌人身旁伸手摸摸摸 果然摸出一个蓝色油盘 上面应该存放着 电视人所说的第二颗核心 忽然 一直比战神胳膊还粗壮的手抓住了他 我本来还以为是便于电视诈尸了 但显然不是的 对方另一只手插了一下 抢走战神刚摸到手的U盘 战神就像一个胶着的小精一样 被捏在手里 抬头一看 果然是音响人来抢核心了 他拿到U盘后 嘲讽性地对战神说了一句 随后一机小馒头将战神机飞25米 接着音响机甲从天而降 二话不说 一绝将便于电视踩扬 抢夺核心的音响人 健壮高举右手 不知道他是在欢呼此时的胜利 还是说给队友传达信息 但不管是什么 一发长力的攻击 将敌人击飞250米 存放核心资料的U盘也脱手而出 驾驶机甲的音响人 此时才反应过来 他们举起加特林 对着金曼进行火力压制 此时的金曼也只能用手臂格挡 不过我咋感觉 金曼一屁股就能给他俩坐死来 好歹也是一个被核心加持的太太 被两个精英杂兵压制的禁闲丑态 在被敌人压制了两分半后 金曼开始反击了 只见他举起火炮一发一个 还没来得及喘息 他的机械臂就被飞脸的未知装置粘住 紧接着从中延伸出一条高分子线 紧紧扯住金曼的手臂 然后他的另一只手也被高分子线牢牢锁住 随后音响人踩着滑板赶到战场 但随即他的时间被静止 泰坦时钟出手了 不过泰坦时钟这是得了帕金森吗 大范围时停没有就算了 控制着一只小卡拉米手还抖个不停 此时另一边出现一只踩着滑板的音箱人 对着泰坦时钟的耳朵就是释放噪音 而这一机打断了泰坦时钟的施法 另一只音箱人见状也赶过来释放音波 两人一边一只耳朵 泰坦时钟似乎很惧怕这种声音 他表现出很痛苦的样子 说起来你们这些音箱人士 完全没把小红放在眼里啊 远处又赶来两辆喇叭车 只能让他们对着泰坦时钟持续释放音波 这样的攻击致使泰坦时钟连战力都难以维持 此时战神也是终于看不下去了 他飞过来一拳带走一只音箱人 而喇叭车由于没有及时校准 导致弹道偏离的泰坦时钟 有了一丝喘息之力的泰坦时钟召唤出他的念力飞标 将一辆喇叭车摧毁 顺便切断了束缚金曼的高分子线 反应过来的金曼开枪解决一只音箱人 泰坦时钟伸手想抓住另一只音箱人 但被其灵敏地躲了过去 临走时还丢了一颗炸弹 还把泰坦时钟的压力罐子给诈扁 是真的抽象了 这里也诠释了敌人的敌人不一定就是噩门的朋友 不得不说这个宇宙的战神很有在旁边吃瓜的天赋 硬是等到战斗结束了才想起失去优盘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一只红色的大球拦住战神的去路 抬头一看 一只宛如泰坦般的巨人屹立在眼前 红色机甲跃跃欲试 吓得战神赶忙后退250米拉开距离 敌人一拳将静面击飞 这所展现的力量着实恐怖 但敌人想继续发动攻击时 泰坦时钟对其使用了石亭 此时机甲中间的核心开始闪烁 敌人被静止的身体从外到内逐渐恢复 直至完全解除 啊嘞 这么离谱吗 敌人的核心居然能解除泰坦时钟的石亭 显然泰坦时钟对此也十分的震惊 他难以置信地看待敌人 随后不信邪的再次使用石亭技能 但随着敌人核心闪烁 石亭再次被化解 敌人的一发小馒头 直接将泰坦时钟砸晕过去 在泰坦时钟倒下火 此时的泰坦监控还在 我们可以看到 后方身体有一颗不知名的物体 在散发着蓝色光芒 不知道会不会是一颗隐藏核心 毕竟目前已知的四颗核心 只是音像人所掌握的信息 所以也不排除有隐藏核心的可能 这个小彩蛋肯定是作者有意为之的 至于到底是啥 目前还有待考究 你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 敌人蓄力重拳袭来 危机时刻 金曼赶过来接下了攻击 双方开始力量上的对拼 但不料敌人的手臂还能分开 只见他插住金曼的手 紧接着一只小馒头攻击对方 金曼释放核心喷涌 不一样的是 这一次的核心喷涌变为了蓝色 可能这才是核心本身的力量 这也意味着金曼要动真格的了 但是然病卵 敌人硬吃下了这一击 随后开始反击 只见他的左手便为加特林 对着金曼疯狂扫射 金曼也只能被动躲避 在绕到敌人身后时 金曼使用电眼逼人反击 而这激光眼的颜色也变为了蓝色 这也再一次印证了 金曼身体力量的核心 就是这颗蓝色核心 不过这一击仍然被对方应接了下来 敌人进入双刀模式 一个大跳来到金曼面前 一刀劈下去 但是歪了 随后横着滑了一刀 金曼旋转躲避 接着开始蓄力核心喷涌 敌人见状 核心也开始蓄力 双方开始对背 对方闪电状的雷射 一开始竟然压住了金曼的脉冲型喷涌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金曼的喷涌慢慢推回了敌人的雷射 不过这对背场面这么华丽 这爆炸特效属实有点幽默 战斗结束后 金曼的身体出现异常 他的一只手臂缩了回去 身体流动着绿色能量 难不成他又被核心反噬了 接下来是本集登场的 红色机甲身定图 由Monsterup提供 本集登场的泰坦叫赛仁 赛仁是在创世纪核心基础上改造的 就是这颗绿色的核心 然后这颗核心又归音乡人所有 在他们失去了小红之后 音乡人也失去了保护 所以他们决定创造一个新的泰坦 来拯救这个死亡的世界 并将剩余的核心据为己有 这里呼应了往期聚集中 音乡人想用自己的方式结束战争 也解释了本集音乡人 抢夺核心的动机 关于其他的 咱们留到下期再讲吧 喜欢记得关注争气熊猫 最好来给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